各位議員 大家早 我是盧竹區長 楚春來 議長 各位議員 我是龜山區長 劉仁老 請多多指教 議長 以及在座各位議員 我是龍潭區區長 鄧玉彩 謝謝 議長 各位議員 我是大溪區長 房地松 謝謝 議長 各位議員 各位長官 我是大溪區區長 李水田 謝謝 議長 各位議員 我是官議區長 洪清淵 謝謝 議長 各位議員 我是新屋區長 徐同志 謝謝 好 謝謝 請坐 接下來輪到的 第一位議員之群 是我們黃靖平 黃議員 黃議員 請發言 謝謝 謝謝主席 區長 其實包括 民國平鎮區區區長在內 你們所有的區長都辛苦了 為了各區的區政 那本席今天就把這個焦點 focus在這個集中在我們平鎮區的這個部分 區長我記得在這個今年1月的時候就如同資訊室他們現在播了這個大螢幕 本席有因為當地的平行里的里長余明忠還有一名里的里長劉文華 廣人里的里長黃秀滿三個里的里長 因為那個辣區是橫距是橫跨廣人里平鎮里跟義明里 所以呢從這個廣人里的大昌路的這個路底沿著這個石門大郡的石門農天水利會的過嶺分渠 又叫做過嶺之渠一直沿著廣人里到平鎮里然後一直到義明里那一條這個過嶺之渠啊 大概這個超過500公尺以上然後呢一直到從經過了大昌路跟延平路二段路口 經過了那個聯力汽車賓氏汽車那個銷售據點也經過了那個三本朵意的社區是平鎮里這邊 然後再往前走都是平鎮里的幾個社區的後面一直到這個義明廟的牌樓 也就是復旦路二段跟環南路口所以這麼長的一個這個諮詢步道 甚至它其實還往前走經過了義明廟牌樓之後從這個平鎮國中後面啊 在這個沿著義明公園以後規劃義明公園這個旁邊一直繞到這個復旦中旋那邊過去 所以這麼長的一條這個義明還有廣人跟平鎮三個里都橫跨了不只後這個整個里過去後 這樣一個過嶺之渠啊那時候本席也利用這個機會帶這個區長還有鄭文燦市長去看過了 大概一月到現在現在五月了五月中了後四個多月都過去了 我碰到了這個廣人裡的黃里長以及平鎮裡的余明宗里長 還有這個義明的劉文華里長都很關心那邊的居民也很關心 前天我去參加平鎮裡的核心協會的這個包粽子的活動的時候 還有那邊當地的里民也跟本席詢問到這個有關於他的一個相關的進度 你可以看到這個是當時一月份本席在會刊的時候 那另外一個是五月二十三號就是最近幾天我請我的這個助理團隊再去現場拍那個狀況 你可以看到那個像幼兒玩的這個盪鞦韆看起來就像車諾比摘後的這個照片 有沒有看到一個好好的其實這個據說是在以前舊現場當時呂秀年時代就已經整修到現在 以前的這個還沒升格的縣政府施工所的時候 一直到現在你可以看到當時你也跟我和那個這個桃園市我們鄭文參事長去看過了 整個猶如廢墟跟那個車諾比的栽後核災現場一樣讓人家殘破不甘 而且引起這個治安的這個疑慮 你再看那個一樣的這個照片也是一月份跟五月份的他什麼都沒變 就是當時本席看到那個步道你自己也走過整個都翹起來了 然後到了這個五月四個月之後還是一樣 非常的這個糟糕 然後你再看另外一張也是一樣 一月份跟這個五月十三號的那個是涼亭的 涼亭旁邊這些椅子桌子都堆積在那邊變成遊民聚集 自然亮紅燈 然後因為那邊晚上完全沒有路燈 從廣人里到平溪里到英明里 三個里的這樣一個這麼長的一個這個支取的一個步道 完全沒有這個它的一個這個燈可以去照明 然後在那邊喝酒吸毒 然後甚至很多花草草樹木都倒了 不知道進度到底現在怎麼樣 謝謝翼座的關心 從一月份開始 那個市長跟翼座一起去看之後 那市長就合播了1600萬給我們 這中間我們已經委外規劃 那五月二十號它的基本這個設計已經好了 近期我們會召開這個審議 審查會議 另外就是這中間我們也跟那個石門水利會 也請它同意 這同意書也來了 那我們現在盡快會把它這個計劃設計好 就會發保時工 今年一定可以好 所以你說五月二十號召開了這個審查會議 五月二十號它這個設計書圖 基本設計書圖才送過來 我們最近會召開這個審查會議 可是我建議這個設計書圖出來之後 當地的這個居民 前天我在平行李集會所 平行送物理那邊的時候 就碰到里長跟李明跟我反映 說他們有當時設計顧問規劃公司 出去那邊葬梁 然後他們後來有 李明有問他們要量什麼 要做什麼 那規劃公司的人有跟他們說 這個花圃會把它鏟掉 然後要做什麼垃圾桶 然後再做整個椅子 那居民就很大的反感 因為你當時跟我和市長也去過 那邊這個垃圾桶已經其實不少了 然後變成很多的這個居民 那邊父親社區大樓很多 他們有時候倒垃圾的時間 不一定是按照我們清潔隊 收垃圾的時間 有些人可能就丟在那邊 或者是長期聚集在那邊的一些 遊民流浪的人 或者是各種方式 可能就把垃圾丟在那裡 造成環境進行很大的負擔 而且那個裡之後 把它整個這麼長的一個步道 你把它弄好整件好 還要分配的這個任養責任區範圍 所以本席是建議說 是不是請區公所 跟我們這個設計公司 規劃公司 還有就原來這個設計公司 以及當地的廣人裡 平心裡 義明裡 三個裡的里長以及李明 還有我們在這個當地的民意代表 一起開一個座談會 或者是那個說明會 讓這個里長跟居民意見可以納怒 他們很擔心說 而且公文公司還跟他們講 還要再做這個涼亭 他們說已經有一個涼亭了 為什麼還要再做第二個涼亭 所以假如沒有 那你這個部分 你都要跟里長李明說明清楚 因為那個是他們在 那個兩三個裡的社區 和好多的社區的 這個兩三個裡的旁邊 你必須傾聽當地的民眾的意見 和聲音 你要把他們這個門口 或是旁邊 警鈴旁邊的這些民眾的 這個花圃去產掉 本來就有花花草草 你只是稍微種植其他的一些 這個綠色的這個植物 或者是花跟樹 不需要再多做這個垃圾桶 跟這個涼亭 所以我覺得說 有些意見會跟地方 產生不一樣的這個落差 你是不是這個可以協調一下 召開一個協調會也好 說明會也好 跟大家整理收集當地的意見 我準備這樣做 大概兩個禮拜之內會召開 就是請里長到會議室來一起討論 那有初步的構想之後 在第二次我們再跟李明辦說明會 如果趙區長你這樣講的話 我覺得很完整 因為當時里長跟附近的林長 還有李明就跟我反映 他們說顧問公司好像有他們自己的規劃想法 我一直認為你不能自己閉門召居 你不要關起門來覺得照他們的公司的眼光 覺得說這個怎麼做怎麼好 然後因為當時市長離開的時候 他有丟下一句話說 這邊要成為一個很特殊的亮點 你竟然一個這麼好的一個步道 而且已經出具規模 我剛才講以前呂秀林時代 二十年來他就弄了一個基礎在那邊 他就是步道被樹根隆起 然後樹倒了很久沒人清理 然後旁邊的很多的這個看起來像廢墟的 包括這個兒童的遊戲設施 這個看起來像那個災後重建的災區的 這樣一個蕩鞦籤設施啊 還有糧亭啊 都被人家這個破壞殆盡啊 或者是髒亂不堪 你就把它整新的漂漂亮亮的 然後最重要的是還有裡面一些路燈 當然還有一些監視器的話會更好 這個是當然是逐步會要求警方來做 但是這些部分 如果你能夠把它做好的話 你不需要整個大幅度的 又要在大興土木做糧亭 或者是做椅子啊 做垃圾桶啊 更改他原來的想法 所以我希望居公署在第一關 你必須嚴謹的把持好好不好 然後跟里長三個里 廣仁里黃秀滿里長 平行里漁民中里長 跟我們的一鳴里劉文堂里長 充分溝通之後 還有再去跟當地的里民林長之間 做一個這個協調沿線了 因為大家都很期盼 既然有1600萬元這樣的一個金費 能夠去把它做好的話 還有我們看過那個中間河的跨河的步道 對不對 那跨河的步道竟然連那個欄杆都沒有 你們都不怕人家再枯水旗就算了 如果有水的話 那不就掉下去嗎 對不對 所以我希望區長 你能夠特別重視這一個區塊 因為我今天就是為了這一個 過嶺之取步道 專門來救教區長 以及我還會請教這個市長總質詢的時候 我還是會跟市長問一遍 以及公務局局長 相關的這個養工處 因為那邊算是這個公務局跟養工處 它的一個所管轄的一個範圍 所以我都會要求公務局養工處跟市長 能夠充分的理解這個案子的一個重要性 橫跨三個里 在平鎮那邊 算是一個又可以騎單車 又可以散步的一個休閒步道 留給當地的民眾一個 很安全 更多安全性更方便 晚上也敢去的一個休閒休憩散步空間好不好 是 所以我希望拜託局長 你剛講的兩個階段 第一個招來這個區里長開會 是 第二個請你們上班的這個顧問公司 還有你們公所的承辦人員 再去跟當地的這個里民領長做一個說明 然後也同時通知我們在地的民意代表好不好 是 讓我們這個大家能夠參與 把這個步道弄得比較完善一點 好不好 好 謝謝 第一個問題是主要這個 第二個我就一點點時間很簡單跟您說 前天晚上你有去平鎮高中那個活動嘛 對不對 那個造成很多里長 以為是市政府跟那個區公所承辦的活動 怨聲載道 我相信你在臉書上也有看到了 對不對 好幾個里長抱怨 什麼市府團隊效率這麼差 然後什麼辦的活動這麼糟糕 禮物都沒拿到 我跟你講這不是市政府辦的 對不對 對 也不是區公所辦對不對 不是 但是你們的相關的同仁 在聯繫的時候 或用Live群組發出去的時候 或是通知個別里長的時候 拜託他們幫忙參加 帶鄉親帶民眾 他們都搞不清楚啊 很曖昧啊 所以從龍潭辦到平鎮 每一個區以後都有這種情況 請你們他們跟他們特別解釋 這不是市政府 好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謝章文協議員 協議員請發言 謝謝 謝謝議長 那個平鎮 我們的那個何區長 真的也是蠻辛苦的 但是呢有些事情呢 如果做得不對的話 我們還是要說 第一個呢 我想呢 那個5月22號在平鎮高中舉辦的這個 鄭文燦市長的這個基層建設這個座談會 那其實本來是好事一樁 但是呢我覺得因為我們區公所沒有嚴守奮計 然後呢沒有保持這個行政的這個中立 讓這一場這個所謂的這個基層座談會呢 真的是走了樣變了掉 我為什麼要這樣講呢 其實呢 陸陸續續的 我們的這個區公所 我們的專員 跟我們的這個社會科長 那麼都透過在上班的時間 我要特別強調 在上班的時間利用LINE 或者是打電話 給社團 或者是社區發展協會 那麼或者是給里長呢 希望他們幫忙動員李明到這個平鎮高中 去參加所謂的鄭文燦市長的這個基層這個座談會 其實這個本來是好事一樁 可是沒想到到了現場之後呢 才發現原來是假借鄭文燦市長基層座談會 這樣的一個民去行使這個什麼呢 民進黨選舉的這個造勢的這個活動 那整個現場呢這個文宣旗幟滿天飛 對不對 然後呢還有很多的這個候選人 就是未來準備要參選議員的這個 這個參選人呢 動員了很多的這個助選員 穿著這個背心 穿梭在整個這個會場 對不對 整個會場乱轟轟 而且這個整個活動呢 我覺得就用兩個字來形容 一個就是騙 一個就是亂 那個區長 你知不知道這場活動 你本來就是可能是想要透過 非常的抱歉 因為他們發現到了現場之後呢 整個活動呢是掛羊頭賣狗肉 然後借殼上市啊 然後呢有的里長說這是史上最爛的這個活動 也有里長說失敗的這個活動呢 過於自信缺乏規劃 一次買單到此為止 呃還有里長說呢 呃還有里長說呢遇上史上最大的超級詐騙集團 也有的里長說呢 辦活動如果沒有加分 不如不辦來得好 那麼也有的里長說呢 標準的這個自入性的這個行銷 那我就在想哈 我們從中央到地方 民進黨全面這個執政 一再的宣稱要所謂的這個轉型的這個正義 對不對 那你難道對於這個民進黨 他要辦這個所謂的這個 呃基層建設座談會 這樣的一個動員 他們自己認為沒有信息嗎 你們覺得沒有信息嗎 必須要透過我們行政系統 去幫忙做一些動員 你做動員也就罷了 而且呢你是假借周文燦市長的這個 市政基層的這個座談會 結果到了現場根本不是這樣嘛 明明就是民進黨在辦基層座談會 那麼為什麼跟市政座談會 做一些這個連線跟不當的這個連結呢 對不對 所以我就覺得哈 那個拜託啊 拜託一下我們的這個區長 你可不可以要求我們的這個屬下 或者是 或者是你你是是你受益的 沒有沒有 你沒有受益 那你沒有受益的話 為什麼我們的專員 我們的這個科長 可以利用上班的時間打電話 或者是用LINE來做這個群組 這個訊息的這個傳遞呢 這個活動全部都是民進黨辦的 很糟糕的這個事情啊 所以我在這邊我也拜託那個區長一下 你能夠好少一點政治啊 多一點能夠多一點我們的 多一點你的這個用心 然後全心全力的 讓我們平鎮的這個建設 可以多一點可以多一點可以好一點 然後還可以做得快一點啊 那我為什麼要這樣講呢 事實上哈我們在議會裡面 以我們區公所自己本身的這個權責 我們要做一些設計發包的這個工程 有很多這個工程呢都延宕了 舉幾個非常簡單的例子 第一個我們貿易龍心 中正中正的這個活動中心 從縣府時代到市府的這個時代 那麼拖了兩年多的這個時間 到現在都還沒有這個那個動工 我請問一下這個工程 什麼時候可以動工 第一次留標明天第二次開標 如果有有有投標的話 馬上就做評選 那為什麼為什麼要時間拖這麼久呢 他有等標期他有一定的等標期 因為他金額比較大 你現在這個預算在縣府的時代 就已經通過了 那為什麼那個市長對不對 你區長你也上任一兩年了嘛對不對 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如期的去 去去做這個招標發這個動工的這個工作呢 除了這個以外 我就請問你一下 那個意義故事館對不對 預算已經通過了 那什麼時候可以動工 意義故事館 我們的那個西部設計還在 還沒有還沒有完成 還沒有完成 那你這個預算什麼時候通過的 去年年底就通過了嘛對不對 那你現在已經到了五六月份了 你還在做這一些 西部的這個設計是不是 那我就希望好 我跟你講那個 我還是這樣講一句 拜託區長你多一點點用心啊 那你像我們雙連坡的這個碉堡公園 還有這個北新裡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中愛公園對不對 那能夠像你講的這個預期在六月份的時候 可以做這個發包嗎 可以嗎 下個禮拜我們會有一個審查會議 如果通過的話就可以發包 因為你現在已經五月份了對不對 所以我就常常在講說 我們做了很多工程的這個會刊 我在那個我們在現場聽你做簡報的時候啊 其實我都忍不住替你捏拔冷汗 為什麼呢 你很多的這個工期對不對 你跟你這個所謂設計的這個時間啊 都壓縮的這個非常短 那當然從另外一個層面來看 你我讓我們會覺得 你希望能夠把這個工作效率 能夠這個工程的這個效率能夠提高 可是呢事實上有很多的這個工程呢 並沒有按照你當初在現場做簡報的時候 如期的去做這個實施嘛 所以我就希望拜託區長啊 能夠在這部分真的多用點心 你包括平心跟送屋的這個活動中心 我們一心裡的這個活動中心 復旦跟復興的這個活動中心的無障礙 電梯的這個設置對不對 那到現在也還沒有做啊 現在建造已經下來了 建造已經下來了 那多久可以做 現在正在趕工中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啊 施工中 現在施工中 多久可以完成 我覺得工期是11個月 應該到10月底 我上次在質詢的時候我就講 你們把每一個這個電梯偵測的這個工程 律定的這個時間是那個120天嘛對不對 可是因為它施工的這個地點 是坐落在不同的這個地方 那你如果 為了配合這個廠商 而把這個施工的期限 做這個不合理的這個 這個延伸的話 我認為這個有圖利廠商之嫌 所以我拜託區長 你可不可以 針對每一個這個工程 他施工的這個 那個那個時間 你要去嚴格做一些控管 如果這些工期如果不合理的話呢 我覺得應該也要去做一些 檢討改進嘛對不對 不要讓李明空空的這個等待 然後對我們區公所的這個 這個這個懷疑 那另外呢 像富貴吉祥 這個富貴吉祥 那個石門大郡旁邊 綠美化的這個工程對不對 是 那請問什麼時候可以施工 什麼時候可以動工 最近在發包了 已經發包了 對 那預定什麼時候完成 也是四個月 應該是 十個月 十月底 十月底嘛 好 那我就希望 我我我剛只是列舉幾個大項了 我拜託還是 那個中原逆兒 我希望 區長 對於平鎮的這個建設 少一點政治 然後多一點用心 讓我們平鎮的建設 能夠快一點 好一點 然後能夠多一點 否則的話呢 你就會讓我們很 全體的這個 市民 會覺得非常非常失望 好不好 拜託一下加油了 謝謝 好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林正賢 林議員 林議員請發言 謝謝 謝謝議長 張區長 謝謝 就任以來 我也對你非常肯定 藍門市場的清潔隊也拆除 東門市場也拆除 那藍門市場清潔隊遷移了 那現在也在興建也動工了 那就是我們的東門市場 拆遷以後 說去年要動工又沒動工 今年要動工 今年又看起來又沒動工 那到底是 是怎麼回事 這東門市場的事情 我想這也關於 市中心的發展 那這個也是大家非常的期待 跟期望 那現在都當停車長 這是不是簡單能報告一下 感謝議員關心 那個變更規劃設計 那另外就是 有些地下室在挖深 所以說這個設計有點 有點延遲 所以說才會有點延宕 那據這個跟金發局 這個有互相聯繫的結果 他們預計是好像在今年底 就會動工這樣 你認為是這樣就對了 預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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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對不起 我先稍微問一下副市長 那副市長 剛剛這個東門市場 哪時候會動工 進度跟他講的差不多 差不多 我希望拜託副市長多掌握一下 好不好 好 你請坐 那我們中華路6號 就是以前的 那個民眾扶植黨部的這個地方 我們也收回來很久了 一直閒置沒有在用 那這方面你知道 我們要怎麼使用 哪時候會使用會開放 這個請你清楚嗎 那個感謝議座關心 這個中華路8號 那個是之前的民眾服務社 那後來捐給這個桃園市政府之後 那市府 是民政局的費用 交由我們公所在設計規劃 那我們的工程已經在 今年初就已經動工了 那 預計的完工日期是在6月 動工了嗎 動工 準備要完工6月底左右就會完工了 那再加上這個三樓的部分 有這個500多萬一些多媒體的建制 那可能要等這個建制好之後 才有辦法 這個整個在落成典禮 那我 我推估它的時間可能會落在9月左右 那我們總共花多少錢 目前我們花費是900多萬 900多萬 好 我們希望趕快做一個能使用的地方 好不好 讓民眾能可以使用的地方 那目前有關於我們 我們桃園區的里林的調整 我想我們常常講說 因為時代變化一直在變 我們大林里有12583戶人口 也有1萬多人 大新里有12200多人 新埔也有1萬 超過1萬的就5個里 大林、大新、新埔、快季、龍鳳 那人數有少的里 有一、兩千人都有 那這個將來勢必是要調整 那我也聽說我們也要調整 那這怎麼調整 你是不是 西長你是不是可以簡單講一下 好 感謝議員再次關心 那原則上民政局的規劃是 3500戶以上的 就要分離 那 我講的這幾個 5個都是超過4000多戶 那原則上我們這次桃園 總共有大林、大新跟中益分離 那其他兩里就超過1萬 他們沒有分離 最主要是因為他們里內 就是里林長還有一些地方士生 居民覺得說他們以維持現狀為家 那我們也是同意他們的意見 那目前桃園區的部分 只有大林、大新跟中益 會增加增里 也就是大林里會增加大樹里 那大新里會增加一個大葉里 那中益里會增加福原里 那也就是我們由76里增加為79里 79里 因為我常常聽里長在抱怨 他們里那麼龐大 他們所有的經費都跟小里的都一樣 那會非常的不公平 希望說我們能夠真理 那這方面你確定就是這三里 其他人他們是不願意就對了 就不同意 另外再跟益座補充報告一下 我們也知道這個里 有時候戶數太多 那這個我們在去年12月1號 就是增加了一百零 剛好一百零 剛好一百零 好 謝謝 那我們再講一下集會所 我們76里 你知道有幾個集會所嗎 不好意思 目前有16個里集會所 那有33里 再用這16個里集會所 那還高達40幾個 40幾個里沒有集會所 是 那這樣我想也是非常 比例也將近五六成 那我想尤其這個 這個中路第76小龍 我看沒有半個集會所 那很多都沒有集會所 我這樣也是對里是非常的不公平 有的有 有的沒有 那七長你有沒有整體規劃說 要讓每個里 每個里都有集會所 那這個目標 七長你是不是可以簡單講一下 好這個 這個 剛剛一座Twitch點出了一些 重要的這個 里民活動的地方 有關里集會所的部分 剛剛我已經概述了 我們16個里集會所 有33個里可以用 那目前市府也規劃了 很多里集會所 比如說比較重要就是 我們公二市公園 南門市民活動中 就是洞納的四里 有南門 南華西湖跟西門里 那另外在 停二停車場園 建置這個 寶山跟大新里 那另外在 中路四號基地 建置的 中浦里跟中城里 那另外在 東浦公園內 預計規劃東浦里的 里集會所 跟活動中心 那另外在 中路停六停車場 設計規劃 這中心里的 盛民活動中心 跟里集會所 另外東門市場 裡面就是規劃 東升跟萬壽里的 里集會所 另外還有第四公目 那你有做功課 那這樣子 還有幾個里沒有 還有幾個里沒有 原則上 目前 這個 中路里的部分 因為 另外就是 有規劃了 但是不一定會執行 那 目前為止 就是 我也希望如果有些 可以利用公園裡面 成一個集會所 好不好 如果可以的話 讓每個地方 都有集會所 如果那個地方沒有 連公園都沒有 那有問題 那你要開闢啊 不可能沒有 好不好 那我再請教 這個 防災公園 你知道 我們現在完成了多少 防災公園 你知道嗎 桃園區的 桃園區 這個 有 印象沒錯 有最主要是 風和 這個 防災公園 因為還有那個 陽明 陽明 防災公園 還有嗎 還有這個 低河濱 這個防災公園 三明 防災公園 好 其實我們桃園有四個 你也算不簡單 有 風和公園 雌文路的 像陽公園 鄭光路的 水秀公園 例行路 還有陽明公園 後站的 那也是一個防災公園 那有沒有防災公園 完成這麼多 防災公園 使用過沒 有沒有 演練過沒 有報告一座 這個 我們在去年跟前年 各有演練一場 今年也有演練 那去年是在陽明公園 演練 那今年是在風和公園 演練 那非常好 那我們的桃園練油場 這個 將來 如果 其實 這個防災公園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 不管是 板神地震 或三一 或是 或是日本的 地震 都 防災公園 都發生一個很重要的公園 可是我們桃園練油場 萬一 不管是地震也好 不管是爆炸也好 這個防災公園 我想 附近是不是有設置 我看一下 都沒有附近的 我請教一下 盧竹的區長 草春來 草其長 這個 桃園練油場附近 有沒有 有沒有算是一個未爆彈 中有 桃園練油場 這個有可能 報告一座 我們附近 不只是桃園 我們盧竹 我們需要一個防災公園 我相信每個區都需要 都需要 好 那你請坐 我們龜山的 劉劉區長 你認為我們練油場 是不是也是一個 一個非常重要的 衛爆 將來不可抑制的衛爆彈 沒錯 沒錯 那黃在公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黃婉如黃言 黃言請發言 謝謝 那個區長 那個 從 警察 調來 這個 當區長 感覺如何 不好意思 我這個 離開禁止已經十年了 那其實 上一個職務是 在移民署 那 調來這邊工作 就是覺得很踏實 那能夠為民服務也很開心 那另外 有可以直接為民眾服務 這感覺很榮幸這樣 好 你是求仁和的一個區長 那 當然 跟我們的互動 也算是大概打個80分也還不錯 對不對 那我們桃園區啊 什麼時候要辦這個 市政說明會 市政說明會 目前 還沒有接到這個 接到這個指示 那我們在6月16號 會辦一個這個 這個 里長跟 里的這個 里幹事的聯誼 那會在 桃園公所的四樓 對吧 桃園的市政 市政說明會 市政說明會 目前還沒有接到訊息 怎麼沒有 就6月16號啊 因為16號是 對 6月16號在四樓 我們公所四樓 是辦那個 李基成座談 不過 我在這裡 我請這個 平鎮的何區長 這個 你的中黨 又愛國 又愛鄉 請你一起陪戰一下 那個區長 不是那個 我們桃園區長 說實在 我們公務課的工作 真的相當的不明確 那個編制是幾個 幾個人 報告一座 正式的 原額編制 就是正式人員是21位 可是你跟我講多少人 21個 那目前呢 目前缺額是缺了7位 已經缺了7位 兩位長病假 也就是實際上 就是缺了9位這樣 總共區缺乏9位 對不對 那個何區長請你站出來 對 那這樣分辨不清楚 來 站出來 那總共是缺了9位 那我是很替他們叫區啊 對 雖然啊 區長你一直說 他們要掉 這些那個公務課的這個 要調走 你都一直來 來官說 說他們要調走 然後讓我們的公務課的這個 人力缺乏 我告訴你喔 這個是天大的冤枉 做了6年 做了7年 做了4年 對不對 對不對 中華民國的宣法 有沒有保障大家工作的權利 有時候要做幾年不能走嗎 是不是 你應該從根本去檢討 第一個是工作量 你看 市府的工作 幾乎各個單位啊 這個 自愛難行 覺得不好玩的工作 覺得困難度高的工作 覺得我的官很大 的這些的這個工作 通通都丟給他們 體育局啦 水務局啦 公務局啦 交通局啦 城鄉發展局啦 還有那個 城鄉發展局啦 還有興建工程處啦 欸 喔 還有金發局啦 任何的工作 都可以丟給公務局 我告訴你 讓這些公務課 那個 那個 居公所的公務課 讓這些的這個 公務課的這個 的 同事啊 武薩薩 對不對 當然他們一個一個要走啊 是不是 區長 這個 我們今天是哪一個副市長 由副市長 我們是不是可以比照我們六都之首啊 台北市 台北市的區公所根本沒有公務課 根本沒有公務課 我們給他回歸到專業單位去嘛 好不好 啊 你看啊 這個交通 那個什麼 體育局啊 丟了一個這個 這個 這個 球場的 球場的鋪面給他們 弄了三次 勉強 驗收通過 對不對 然後因為他們不懂 是不是 然後啊 你看 像現在的這個東門市場 你已經講了幾年了 今年是第三年了 已經講了三年了 是不是 還不知道在哪裡 然後又變來變去 變來變去 是不是 根本就是你們的能力有限 是不是 那個 游副市長 你有沒有去 台北市去取金 他們的區公所有沒有公務課 我跟議員報告好了 我想因為台北市它本身 它服務員跟桃園比起來差很多 那我們 我們假如說把所有的把區公所的公務課 全部回歸到公務局的新公養公 跟公務局裡面的話 其實有一些比較偏遠的地區的話 其實在工程的進度跟掌控上會比較差啦 所以我們才會參考新北市的做法 就是在公所裡面 仍然留有公務課的方式來作業 至於剛剛議員所提的部分 其實確實我們之前在升格的時候 就有做過考量 那結果我的意見不寶貴囉 還是繼續把公務課 留在這個 還是把公務課留在這個區公所囉 對不對 然後這個 你看像二支五皮糖 也是 好 警官課說沒人就丟給你們做 然後我對你們的能力質疑 然後公務局又說 那收回來我做好了 是不是 等於我們的區公所 根本沒有一個那個 根本沒有一個工作的劃分 沒有一個很明確的 什麼的工作的劃分可以做的 所以我認為說這個 讓回歸到專業 或許是比較好的 你看 蓋東門市場 經發局的業務 對不對 也丟給你們 然後再來什麼 我這裡可以舉很多 是不是 所以我是認為說真的 你們公務局 你們公務課 可以裁設掉 然後回歸到 那個我們市府的專業單位 你想想看 一些年輕人 在他們上面科長最大 是不是 高考畢業 在要等科長退休 要等幾年 是不是 然後當了科長又怎麼樣 所以只好拍拍屁股走了 是不是 對於說 所謂的公所裡面的同仁的升遷的部分 其實市政府是有整體考量 我的結論 就是希望把區公所的公務局 公務課 裁設掉 回歸到我們市府的專業單位 另外還有 那個區長 我對於你的這個數目 報出來的數目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你知道我們的這個調解會 調解會五個月才1577件 我跟你講這是絕對不可能的數字 這個數字真的是有報的太少了 這數字報的太少的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到四樓的去公 四樓的調解會去看過 對 我們的調解委員都是沒有問題 不管是在專業 專業技巧 各方面 學歷各方面都是一起幫的 所以在桃園 所以在我們調解會 每次調解 都是人滿為患 當然人滿為患以後 火氣自然就大了 民眾的火氣自然就大了 我已經跟你建議了三年 你好像沒聽到一樣 任何改變都沒有 是不是 我告訴你啦 連廁所前面都擺 都擺著一個桌子在那邊調解啦 因為真的沒有地方可以坐了 沒地方可以站了 區長 腦筋動一動吧 我們換一個地方 或者是我們那個大禮堂啊 我們那個大禮堂 平常都關著嘛 對不對 需要調解的時候給它打開 讓民眾能夠進去 所以實在啦 工作場所不是很適合的話 我跟你講 就會 工作場所不適合 自然大家火氣就大了 是 可以嗎 是 好 我已經跟你講過好幾次了 也三年了 所以 我一直認為說 你當區長做得很happy happy 是不是 所以我們跟你講的話 都這邊聽那邊出去 罰善可成啦 區長 剛剛那個議員所提到 就是這個調解文外 其實我們有在思考 但因為如果要變動格局的話 這個費用很高啦 不要變動格局啊 你在大禮堂再擺個桌子 廁所前面都可以做個調解桌 何況我們的大禮堂 這需要什麼經費 這叫做用心 看你用不用心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李博邦李議員 以及陳美美陳議員 共用15分鐘 請發言謝謝 好 謝謝議長 理務事長 以及我們各區公所的區長 我想先就交由我們大西黃區長 區長 在我們105年的一個花草節的時候 是11月12號到12月20號辦理 那麼接下來就在我們的12月24號到1月8號 就辦理茶花節 那這兩個節慶的時間呢 事實上都非常非常的接近 那如果為了擴大整個效益來講 事實上如果可以把兩個活動並在一起舉辦 我們同時在辦花草節的同時 也讓我們的茶花節呢 也能夠進場的話 那勢必可以讓更多的民眾 因為數據上顯示 我們的花草節總共有7萬多人次參觀 但是呢 茶花節的部分總共是1萬多人次 如果能夠把茶花節並在我們的花草節的話 那麼勢必應該可以吸引更多的一個民眾 來欣賞我們大溪有這麼多的茶花園 跟這麼多的茶農的一個生產的一個茶花 不知道區長您在明年 是不是可以把這兩個活動 在合併在一起舉辦呢 如果花財節跟那個茶花節這個花期 如果可以在這個花期可以花開的時候 我們是願意我們也可以同時來舉辦 也可以減少很多人力 就是因為花期的關係 花期的關係 好 那區長這個部分呢 我們到時候就好好看一下這個整個時間的部分 如果可行的話我們加以考量一下 那麼另外有關於大溪停車場 在之前我們有在我們的大溪橋的一個位置 來舉辦我們所謂的農村市集的一個農產品的展售 但是效果上事實上是蠻有限的 也就是說如果未來我們可以在大溪停車場跟越美停車場 來設置我們所謂的我們桃園市的一個農特產的一個展售 讓大溪復興以及桃園的一個農特產 能夠在這邊來做一個呈現的時候 也可以讓所有的消費者 因為大溪每年的觀光客這麼多 那如果我們的農特產能夠透過適當的一個觀光景點去做展售 那對我們桃園的農民應該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區長是不是有做這樣的一個規劃 也就是說到底未來整個我們的農特產的一個展售點 應該在哪個位置點 然後是不是應該考慮設置所謂的常態的一個展售點 因為目前是在那個大清洞和電梯之間 其實坦白講那個效果是比較不理想 目前要設置這個地點 有的是在像大溪橋朵那是防信道路也比較不恰當 所以說我們再來思考說看設置在這個 岳美的垂球場那邊 那個防信道路它的路幅非常非常大 那事實上也幾乎是我們最大的停車場 就在我們大溪橋停車場 如果在法規上許可的話 是不是規劃我們的這個大溪橋的一個停車場 跟岳美停車場這兩個位置點 來設置我們所謂的農特產品的一個展售中心 應該是一個非常恰當的點 是不是在法規許可的部分 請區長跟相關單位來做一個研議一下好不好 好 那區長我想請就教教你一下 因為您經過的我們的早期的憲政的一個時期 也經過目前的一個市政府的一個時代 那對於所謂的四所一言化的部分 到底目前區公所跟這個市政府 在整體的一個業務的玄階上面來講 你認為有沒有什麼地方需要改進的地方 只要衛免服務的為地方建設我們都非常樂意 工作效率有沒有提升 工作效率有 確定有提升 有 那我們人員夠嗎 人員 看相關的那個業務量 應該 最近我們在市府他們也在編列人員給我們 像区公所的公务客 公园管理的部分 只有一位的业雇人员 在进行所谓的整体的公园管理 事实上这样的业务量 对这一个人是否能够承担 事实上我是觉得质疑 所以为了提升我们整个一个行政效率 所以应有的人的配置的部分 一定要有 可以吗 所以好好地检讨一下 到底我们缺多少人 应该跟市政府来做一个 一个全面性的一个检讨 那么另外有关于 我们的一个免费公车的部分 目前你认为我们免费公车 受到个离的一个欢迎情形 在个离使用的情形是怎么样 有没有好好去做一些文件调查 因为公车的部分是有调查 但是有的现在交通局 乘客量比较少的 有的是有减搬的就像 区长我想我们在做 不管是减搬也好 或者是可能裁掉也好 我们应该要跟各里能够将这个 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整个理由要讲清楚 否则既然这个同一个区 那这边有免费公车 那边没有免费公车 对区民而言一定会产生所谓的民怨 所以我希望就是说 这个有关于免费公车 我们在不管进行任何的猜测 或者站牌的调整 时间的调整 一定要确实让这个理能够充分的窒息 否则对里长而言 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就像这个部分是不是能够在下一次 下一个阶段有做任何调整的时候 一定要智慧各里 好我们再来请如果跟里长座谈的时候 我们再来做个同伴的检讨 那个余副市长 我想就叫余副市长 因为目前这个百吉林林步道 百吉隧道 它都在我们池湖的周边 那目前的管理单位是我们区公所 以及大西桥的部分 目前管理单位也是有区公所 但这两个位置点呢 都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修器观光的点 但是区公所就于它的整个人力的部分 以及我们在整个推动观光的整体规划部分 事实上如果由区公所来执行 是不是有它自然难省 或者没有整体的一个考量的地方 是不是区公所如果为了未来长期性的一个思考 我们的大西桥的管理 以及我们百吉林林步道 百吉隧道管理 应该划到我们市政府的管理局 是不是更恰当 是不是请余副市长您稍微回答一下 我想整体的观光休闲 油气场所的管理 假如是属于比较全市一致性的部分 当然由管理局来做处理 这两个点是可以考虑 因为也是蛮重要的点 这个部分我到时候我请管理局 跟大西桥公所在做协商 在做处理 因为我想区长这个主要目的就是说 因为我们公所的人力上有限 如果此复已经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观光景点 以及大西桥的部分 如果可以把它做整体性的一个规划考量的话 势力对我们整体观光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帮助 所以请会后请余副市长 再跟着管理局 请管理局跟我们区公所来做一些协调 我会请管理局跟大区公所在做协商看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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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长 我想就叫于说 我们现在明年度 我们的巡政区域也要做调整 那目前我们这个 区公所里面的这个 理干事的人员 目前足够吗 不好意思说 目前理干事有28位 那原则上就一个理干事负责2到4个理 那原则上以3理为主 目前我们在明年会增加3个理 就是从那个大龄大星跟中益分离出来 那如果这个理有增加的话 我们理干事在配置 就是在调整 另外像现在 这个理干事 我们桃园区里面的人口数还有林里数 成长也都是非常快的 所以我是觉得说 我们明年度 这个行政区域又要调整 这个理干事的缺额 如果有不足的部分 也需要尽快提出来 来申请 这样的话 在工作的衔接上 也会比较纯守 不然有时候是新来的 理干事可能对工作的熟悉度 也会有造成 就是跟里长的配合度 各方面的协调 可能也会有不足的地方 我是希望说 假不足的话 就能够提早来作业 好 感谢 是 照办 再来就是有关于我们现在 我们桃园的这个路灯的部分 我看陆陆续续有一些LED的路灯 在做淘汰换新 那今年度还有多少要做淘汰换新的 不好意思 今年度淘汰换新 我们其实是编列大概两千万左右 最主要是建置后火灯栏附近 因为去年的台风 我们早期建置都大概三十年路灯有吹到 那我们希望为了安全考量 那原则上会建置在树林二阶三阶那个地方 那另外有关新设的部分 如果是已经这个久设 比如说二三十年 那早期都已经这个比较不堪用的 那我们有做一个统一的规划 那目前会在五六个阶段就是设置 那另外如果个理有额外提出需求的话 费用不够我们也会请那个 请那个进发局或者是这个 其他相关局出来给我们补助 那这边一提也跟那个一座报告 我们也跟那个经济部能源局 争取了250万的预算 因为之前有民众也跟我们反映 后来我们公所这边也有去处理 就是说有一些就是路灯的基座 可能早期做的也慢慢的有点老化 我是希望说这个部分 我们可能也要加强来做巡查 就是我们现有的一些路灯的相关的基座的安全度 是这个其实是我们公园路灯管理课的同仁 每天在做的事情 那整个桃园区目前有一万五千多盏的路灯 那我们就是分批按照这个建置时间的 这个特别旧有安全运力的话 先进行态换是 好再来有关于我们现在桃园 各个公所都有跟市府都有一些竞争型的 这些计划的活动 那我们目前之前我有跟区长你也提到 像各区有在配合办理这个花彩节的部分 那区长你这边对于这个花彩节的这个规划呢 这个一座特别关心花彩节 那我们有提供相关的计划报到农业局 那我们内部的评估是在这个 就是桃园区农会附近的农地 另外就是在上海路跟文中路那一块农地 是种那个太阳花 但是相关的这个计划的话 要经过农业局跟市府核定之后 我们才会根据来办理这样 但是目前还没有核定 因为每到了这个花彩节的时候 尤其都会区里面 虽然要找到适当的地点 有点困难 但是我们有很多 就是在趁这个机会做修根的 你们也有提供这些农民 这些花的种子 但是常常吸引很多附近路过的民众 我是希望说我们在都会区的部分 也能够来做一个相关的配合搭配 所以我们有往这方面 还有明天 使用了